张丰豪主动牵手姚依晴不敢实质进扣只应怕老K报仇。 TVBS翻墙的记忆音音白色情人节即将到来,今天特别邀请剧中演员张亭胡,联心磊,姚依晴,张丰豪四人来到年轻人潮最聚集的新门丁举办快善发玫瑰花活动,预先陪粉丝度过情人节。 四人也大访分享情人节的有趣回忆,张亭胡率先自报学生时代的情人节去世,笑说曾经送当时的女朋友超大泰迪熊玩偶,但因为体积太大占地方,最后泰迪熊的下场只好沦落在回收车旁边。 连心磊听到野心有七七烟,回忆他国中时也有收过暧昧对象送的超大玩偶,虽然很开心,但真的超站位,完全不懂男生喜欢送女生大玩偶的心情。 更加码自报自己曾经在情人节前夕被分手,还坐时要哭,让现场粉丝心疼大喊不要哭。 四人也大秀歌迹,在现今最流行电话亭市的个人KTV现场情人节夕曲,剧中是一对的风歌张亭胡与笑叔林心磊演唱小酒窝,气氛甜蜜,演唱完张亭胡还霸气壁东林心磊,看得现场粉丝脸红鲜跳。 那女姚以晴与小欧张峰豪则饰演唱四分道月球,在唱到一二三牵住手这句歌词时,张峰豪顺势牵起姚以晴的手,让姚以晴瞬间脸红。 主持人这时提议张峰豪可以实质紧扣姚以晴,张峰豪一听赶紧拒绝,不行,我怕被老K,吴念轩剧中角色,杀掉,一番言论笑翻众人。 姚以晴还另外加码轻唱剧中插曲预备浪漫令现场粉丝净乎好听,甜美歌声令人惊艳。 翻墙的记忆上周复播出,就在PTT上引爆讨论,迅速累积该剧与演员人气,一群粉丝更易找到新闻丁卡位,就为了抢头香拿到张庭湖、张峰豪、姚以晴,联席雷手中的玫瑰花。 现场粉丝一路陪住四人沿街发玫瑰花,300朵玫瑰花没多久就被粉丝抢光,更对热情粉丝签名,拍照的要求来者不举,展现十足亲和力。 今晚即将播出第二集,集中和润冬饰演的高逸之身前王姐就被黑道勒索的小欧张峰豪,和润冬大秀五代功力,一亿打多,精彩成度标高令粉丝期待。 张峰豪回想在试戏的时候,看到P倒一个打多个很辛苦,心想是不是要上去帮忙去打一下,还主动问何润冬可不可以帮自己加点打戏。 张峰豪也是第一次看到五打戏中会使用的唐玻璃,觉得非常很有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